我们这次要讲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的题目 是量中华之物力 一句的来由与本意 那么在1900年12月22号 那么列强经过了一段时间讨论 他们达成了一个内部协议 那么就向亲政府提出了一个议和大纲12条 那么他们声称了这个议和大纲12条 是不能够进行改变的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亲政府的驻外公使 你比如讲驻美公使五星方 那么他就打电报给亲政府 说什么呢 他说他跟美国政府做了一个接触 美国政府表示 是这个议和大纲12条 不做美敦书 这不是作为外交上的一个最后通节 不做美敦书 祸首由中国严惩 赔款算不列数 什么意思呢 就说美国并不认为义和大纲12条 是不能够做任何改变 那么关于中国赔款的总数 现在还没有提出来 这是驻美公使五星方 给亲政府拍的电报当中 讲的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亲政府驻英公使叫做罗锋路 罗锋路也给亲政府打了一个电报 那么在这个电报当中呢 他是说 说这个议和大纲12条 英国政府表示 说随在觉醒 说英国政府虽然讲 这个议和大纲12条必须要实行 他说但是呢 降目尚可略商 降目尚可略商 那么也就是说 西方列强的一些国家政府 并没有把义和大纲12条 作为绝对不可以更改的一个条约文本 作为一个条约把它固定下来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义和大纲12条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还可以进一步进行讨论 进行商讨 进行交涉 那么正是建于这么一种 当时的一种形式 清政府方面 一方面他认为 说义和大纲12条 是各国家公使 从他们的政府 经过了几十天的往返的协商 最后确定下来的 是吧 一方面认为 说这个义和大纲 没有这个义和大纲12条 就不能够转还 非此不能结局 就是没有这个义和大纲12条 就中外的没有办法义和 那么因此他认为 这清政府认为 对于12条大纲 是吧 不能不照允 就必须要接受12条大纲 那么但是 同时清政府 也认识到了一个问题 认识到什么呢 就是只要清政府 认可了12条大纲 那么就可以基本上 保持住他的政治统治 他的政权就可以 维持下去了 那么因此 清政府 又打电报给 清政府的义和大臣 就是义匡和李鸿章 那么向他们明确 做了一个指示 说对于这个12条大纲当中的 厉害轻众 详细节目 尚需竭力搓磨 尚需竭力搓磨 那么也说 清朝统治者认识到 说 只要清政府认可了12条大纲 那么他在政治上的 这个根本性的危机 那么就渡过去了 已经渡过了 那么也就是说 清政府 也就具有了同列强 就某些具体问题 进行磋商的 这么一种可能 那么因此 他就要求义和大臣 要审度情形 妥仇搓磨 补救一分 是一分尔 他提出来 要同列强进行搓磨 那么搓磨这两个字 可以说是非常形象的 反映出了这个时候 清朝统治者的一种心态 搓磨 搓 搓伤 是吧 磨 就是从外国进行 软磨硬炮 从他进行讨价还价 那么在这个上 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讲到的 就是清政府 是吧 要求这个义和大臣 要从列强的 妥仇搓磨 这个妥仇搓磨 是就整个义和大纲 十二条而言的 那要从他进行 妥仇搓磨 那么义和大纲的 十二条当中的 第二款当中规定 中国允照赔偿 各国各款 中国要答应 对各国赔款 那么正是因为 这个义和大纲十二条当中 有一条做了这么一个明确规定 因此当时的清政府的军机处 就做了一个估计 说各个国家列强 那么在中国赔款问题上 有可能是贪得无厌 狮子大开口 漫天要价 那么因此这个军机处 就电令清政府的义和大臣 说赔款各款 事不能清 唯亦须量中国力所能及 唯亦须量中国力所能及 或宽定年限 或推行量减 应请搓磨 这是军机处 在给义和大臣的 这个电报当中所讲的 应请搓磨 是专门是指的 这个关于中国赔款总数的问题而言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他所讲的 唯亦须量中国 力所能及 那么这段话 那么就是这个后来清政府这个上誉 量中华之物力 他的一个最初的表述 那么在这个到了这个12月27号 那么清政府 再次以一个电子 通过电报下达的一个圣旨 以电子的形式 重申了这个上述这种思想 还是要求义匡和李鸿章 要从外国方面 要设法的碗伤搓磨 上纪烧资补救 那么这是清政府 当时给这个义和大臣们的 在一个电报当中的 这么一个指导思想 那么就当时的 这个中外形势而言 是吧 那么确确实实是无所谓 中外谈判的 就是有很多这个义和的条款 那么都是在西方列强 各个国家之间进行讨论 进行协商的 那么然后他们 达成了一个协议之后 然后交给清政府 由清政府来认同来执行 那么确实是这样 那么但是呢 这个呢并不意味着 这个清政府在外交上 没有做任何外交的努力 就是非常顺从的 就接受了外国这些 提出的这些条件 那么关于中国 对外赔款的总数 那么中国赔款的方式 那么赔款的来源 是吧 那么确确实实 主要是在列强内部 进行讨论 进行协商的 那么但是清政府方面 清朝廷 那么也确确实实 做过很多这种努力 尽管这种努力 成效甚微 甚至是没有任何成效 但是清政府呢 毕竟还是做了很多努力 包括主观的和客观的一些努力 那么清政府 所讲的量中华之物理也好 英勤 搓磨也好 那么这些呢 都是围绕着上述这个问题 就是要求清政府啊 这个义和大臣 同列强的要进行措谋 是吧 要降低中国啊 这个培管数目 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而来的 那么清政府的义和大臣 像义匡 李鸿章 是吧 也曾经打电报给清政府啊 表示 说自己将来在同列强谈判的时候 啊 会围绕着某些具体的条款 要隐身歧义 相机补救 什么隐身歧义 就说呢 要自己要进行申辩 要距离力争 是吧 要强调有利于中国方面的一些问题 是吧 来做一些补救 那么但是清政府 是吧 与列强搓磨 他是有一个底线的 不是说可以啊 无底线的啊 无条件的去搓磨下去 那么清政府从列强搓磨的一个 最根本的一个政治底线是什么呢 用他的原话来讲 就是总以不败核举为主 啊 就是不要使中外这个谈判破裂 啊 以这个作为底线 那么在中国对外赔款问题上 俄国和德国表现的特别的贪婪 那么俄国希望从中国获得大量的赔款 啊 做什么呢 一方面是应付 他在国内出现的一个经济危机 财政危机 那么另外一方面 希望通过这笔赔款 来 这个建 建立一支啊 强大的海军 啊 那么同时利用这笔赔款 去修西伯利亚大铁路 因此俄国向中国提出的赔款数目是相当庞大 啊 那么这是俄国 那么另外德国 是吧 那么为了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 同英国进行竞争 啊 那么德国皇帝向中国提出了20亿马克的一个赔款要求 啊 20亿就相当于中国的7亿两白银啊 7亿两 那么这个德国皇帝啊 就曾经向德国元帅瓦德西 就是后来来中国 是吧 做了这个八国链金统帅 向瓦德西提出来 啊 说要求中国赔款 误到最高限度 且必须彻底贯彻主张 啊 就要求瓦德西啊 啊 要中国啊 要彻底赔款 因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呢 急需此款 以制造战舰 那么这个德国皇帝啊 甚至呢 坚持中国赔至最后一分钱 啊 中国有最后一分钱都要赔给德国 啊 变成非常贪婪 啊 那么为了解决中国的对外赔款问题 列强驻华公使啊 组织了英国 德国 比利时荷兰啊 四国组成的一个赔款委员会 啊 干什么呢 就是专门负责研究 中国对外赔款的标准 啊 那么确定 中国对各个其他国家政府 团体和个人啊 赔款的这个数量啊 以及赔款的原则 那么随后 那么又成立了一个四国的一个委员会 啊 以美国 德国啊 法国和日本啊 组成了一个四国委员会 那么这个四国委员会呢 主要是调查中国的实际上啊 他的财政情况 以及中国呢 这个赔款的经济能力啊 中国到底能够承受多大的赔偿能力啊 来做这么一个啊 调查啊 就是中国的财政资源调查委员会 那么1901年的1月13号啊 清政府的会办商务大臣叫做盛宣怀 那么盛宣怀 对于这个列强要求赔款这个事情啊 他做了一个分析 那么按照他的分析 啊 就是说 中国如果在四五十年之内啊 对外赔款 那么连这个利息在这个本金计算在内啊 一共需要十亿两啊 大概十亿两白银啊 他说如果这样的话 就意味着中国在原来的对外赔款的基础之上 是吧 每年还必须呢 要多筹集三千万两白银 他说呢 本来中国的财政是很拮据 是吧 入不敷出 是吧 财政已经面临这一种崩溃 他说 如果再加上 每年再加上三千万两白银 结天下至高 不足还债 就是把中国所有的这些财力 这个物理都拿出来 也不够还债的 说何以立国 那么也是说盛宣怀在这地方讲的非常明白 非常清楚 如果中国对外大量赔款 将难以来负担 中国就无以立国 中国就没有办法自立了 那么正是出于这么一种认识 盛宣怀他是提出来 说在中外正式签订条约之前 彼此之间呢 是可以有互相有召赫往来的 可以进行一些外交交涉 因此盛宣怀的主张 清政府应该利用这么一个有利的时机 同列强进行必要的交涉 因为这个正式条约 新农条约还没有签订 是吧 要利用这个时间的同列强进行交涉 那么他讲 他说如果现在 若不切实隐身 恐后难搓磨 就是如果现在 不同列强就赔款的数目问题 进行这个争辩 进行讨论 以后就很难办了 那么因此这个盛宣怀 就不断的打电报 打电报给清政府的军级大臣 打电报给清政府的议和大臣 议康李鸿章 是吧 那么向他们讲清楚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要求清政府的内内外外上上下下 是吧 要做一个准备 同列强进行搓磨 那么盛宣怀 在给益匡和李鸿章的电报当中 就特别提醒他们 注意一个问题 注意什么呢 说在同列强 讨论中国赔款的时候 绝对不能够讲 两中华之物理 是吧 而必须要通过外交交涉 尽可能的 是吧 维持中国的这个财政主权 他说什么呢 他说如果中国说 中国要量力而行 那么这个外国人就会说 你既然说量力而行 那么你如果 利用西方的人来管理财政 用西方的这个办法管理财政 说那么这样的话呢 中国就可以筹足这个赔款 不但赔款的数量会增加 而且呢 会干涉清政府的财政 那么因此 盛元怀的意思就是说 在对外交涉当中 不能够讲 量中华之物理 而应该通过这个交涉 保持中国的财政主权 尽少的减少对外的赔款 那么我们如果看一看这个时候的一些基本史料 我们会发现呢 在这个时候 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 那么他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外交决策 影响很大 顺元怀对清政府的外交决策 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为了筹集对外这个大量的赔款 那么清政府就提出来呢 说要提高海关的税收 来筹集对对外赔款的这个这个银两 那么但是海关征收的对象 主要是外国的商人 因此清政府提出来 提高海关税的这个主张 遭到了列强的反对 那么列强就主张呢 由清政府是吧 这个提高呢 这个国内人民的这种捐税 就是清政府啊 要对国内人民要加捐加税 来最大限度的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 那么最大限度的来获得这个赔款 那么清政府对于这个加捐加税这个事情 那表示出很大的担忧 那么他也很不满意 那么为什么清政府会不满意 那么这个盛宣怀啊 对这个问题曾经做了一个解释 那么盛宣怀曾经讲 说现在啊 正在同外国进行议和 是吧 那么对于各个国家政府 对于各个团体 对于外国人 是吧 进行赔款 是吧 来履行条约 说这个呢 那么肯定是要做的 必当呢 照约办理 他说但是呢 中国的国库空虚了 啊 这个国库里面没有钱了 如果中国的赔款数量过大 啊 中国是力不从心呢 是赔不起 那么他就讲 他说 那么外国人会讲啊 说你们中国 而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是吧 说你们呢 不难呢 对于老百姓进行搜货 可以加钱加税 他说呢 中国几千年来 取民甚薄 中国啊 收的税啊 一向是很薄的 很少的 说一旦中国啊 中国政府 一朝科索 加重这个负担 恐民心思乱 积怨声势 那么也说 亲政府担心什么呢 就是一旦加重 对老百姓的负担 啊 就会引起国那种 接近矛盾的激化 是吧 会危机在他的统治 那么因此 清政府 就向列强表示 啊 由这个清政府 向人民加奸加税 这个做法 啊 中国呢 不能够照允 否则呢 就会激起民变 那么这个2月6号 啊 盛祥怀 给清政府的一个 给清政府的一个